你能跟Coco說話嗎? 我愛Coco 我的生命 中午12點一看到李文丈夫Bruce現身 媒體歌迷一擁而上 Bruce終於鬆口講話 但一旁的粉絲倒不是很買單 或許是難以招架 Bruce隨後在保鏢團團包圍下坐上車 但一旁大批歌迷們無法止住怒火 還有人上前捶打坐車 衝到車子前面 場面一度超混亂 只見Bruce在車內疑似是淚 隨後車輛快速離去 另一頭李文二姊Nancy 李斯林大姐李秋林 下午月2點50分結束解會酒 二姊剛剛有看到Bruce嗎? 沒有看到Bruce 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在火葬場也沒跟Bruce的鬧面 Nancy反倒更關心現場記者 對於外界在意的議題沒有多做回應 會這麼好奇就是因為前一天追思會上 李文的兩個姐姐與一名友人擁抱 後瞬間崩潰 不久後直播就進音 所說的壞蛋是誰也引發揣測 而場外的歌迷則是情緒激動 在殯儀館舉橫幅怒吼 認為Bruce就是壓垮李文的最後一根稻草 粉絲不願相信偶像就此告別人士 TVBS新聞張家寶 張寶君香港參謀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